大家好,我是楚玉茶道 大家看到的这件玉壁呢 青色玉智局部玄色沁 沁湿状态从边缘至内部由重至轻 这种青色玉智加黑色沁痕的组合 往往能够给人一种神秘感 或者说是一种幽静的素雅 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去简单的形容 这件器物的直观、外在的感受 而是这件器物一个非常特殊的加工痕迹 也非常少见 下面我们看这张图片 很多朋友看到之后基本就两个字 激功 但是如果真的是激功 我觉得我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我想大部分古语玩家都可以分辨 所以这件器物有点意思 这些沟槽的纹理并不是激功所致 这些平行线 为什么呢? 大家先宏观看这张图片的纹饰结构 非常严谨 这种双阴挤阳的线条可谓一丝不苟 那么怎么感受它的严谨呢? 观察哪里可以看出线条的一丝不苟呢? 比如这里 也就是线条密集排列的地方 没有变形 互不挤压 疏狼有序 再看这个区域 0.5厘米的宽度 四条阴线 笔直排列 互不干扰 另外呢 我们再看线条的出间方式 非常典型 西周的风格 那么肩部深度逐渐变浅 和玉表面融为一体 那现在我们再来观察最为关键的一点 线条边缘的老化磨损的痕迹 接下来这几张啊 都是这种老化的痕迹 大家观察一下 机工能够做到边缘纯属老化呀 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这张图片 我标注的几个点 相信熟悉西周渔区的朋友 应该不会陌生 那么问题来了 那这件器物的沟草 为什么想激工呢 其实这件器物啊 非常特殊 基本的制作工系啊 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呢 最后的精细抛膜 没有处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 它所有的线条内部啊 斜面凹凸不平 颗粒感失足 这基本就是用相对尖锐的石器 或者是铜器 金属器 刻滑以后的初步痕迹 那再加上这个预料 硬度相对较低 细度差一些 同时呢 工具相对锋利 硬度很高 啊 所以呢 会在初步刻画的时候 留下这些相对明显的痕迹 其实呢 我们在看 不是一面坡的阴线处理 就是相对的简单的刻画 那只能说 基本文式轮廓 已经成形 但没有进行最后的 浸泡细磨 所以啊 这件器物很多的搓膜痕迹 都是属于差最后一步 未完工的状态 其实如果熟悉西周 玉器弓痕的朋友 应该有体会 即便最后的 浸泡细磨完成 还是能够看到一些 未能磨掉的 勾底线痕 啊 这是一种正常的 未完工状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这件器物相对特殊 那接下来 我会在我们的石谷山坊 针对这件器物的痕迹 做一个公痕对比实验 让大家看得清楚 听得明白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欣赏